政府将推出新计划来吸引中途转业者加入公共服务行业 他们可获得导师栽培并有机会到多个政府机构任职 日后还可担任领导职位 主管公共服务署的教育部长陈振生在公共服务奖学金的颁奖礼上说 继续吸引拥有不同观点、经验和人脉关系的私人领域人士加入这个行列是非常重要的 陈振生也说 政府机构需要持续赢得公众及海外伙伴的信心 并且继续照顾好新加坡人的福祉 今年共有59人获得公共服务奖学金